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开图主线并拿一拿42-46 圆神纳塔5.0版火神通全收集顶级路线每分P4一文节共计108 流金之卖地表47-60圆神纳塔 5.0版火神通全采集顶级路线每分P4一文节共108个 好,本P我们来拿下两个纳塔开图主线中必拿和那种很容易误拿的神筒 好,首先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流金之卖又散发到这个地下的信标 好,穿了穿了后,直接在顿拿方向这边动力往下跳 这边也可以直接下楼工具 反正这边都对到,对着一下 好,下来之后,西南方向这边流上 好,一直走到门口 好,出门,然后左转 好,看一下我们南方向这边走过来 好,这边起跳 好,沿着这个壁绕过来 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做开图主线这边 激活的翻杯 这边上面有个神筒,很容易拿 好,接着我们来到下方的这个信标 好,进化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东北方向这边 好,我们左边这个楼梯上来 好,往右转,往前走点 再左转 好,这边断成这边 好,往左边看,他也来 好,这边有个,前面前有个断墙 断墙的这边就是一个神筒 这也是很容易拿的 好,拿完之后继续打开地图 这种还是回到之前这个地下锚点 好,这个之后我们转向我们的西北方向这边 从右边这边散去 好,上来之后进入我们 然后右转下楼 然后直走 好,直走之后我们再左转 接着沿着洞或走出来 走出来开到我们的西南方向的对面 有个石子的中间 有个那个连座 连座中间 就是我们那个神筒的所在地 这个坐洞座也是很容易拿到的 很容易拿到的 这边块也就是都拿掉的 好,我这边盘上来 拿到基座这边 OK,拿下这个神筒 这三个捕完之后 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这是来捕之前 另一个太多主线的两个神筒 天上的 我现在要天上这个锚点 左下方这个 正常来说是从上面这个地里 这个坐那个飞车 坐那个云上来的 坐了那边时间太久就不来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 咱们面前 等到状态好了 变成这个 再去把火一吃赶完 鲨鱼接着从右边这个通道上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它游走的方式 就是这个通道的宽度 你可以猜到 这上面有个神筒 你基本上就是必拿的 你就算走到最左边或最右边 你还是会拿 一定会拿到的 这东西 你管它 你左边它还是会拿 它这个触碰 在游戏的碰撞体积 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反正基本上被拿着 好,我们来到 我们出来 看一下西北方向 这边有条道 我们继续玩 哪方向这边走过来 你看到我们上方 就是我们这个通道上面 这个神筒 像这个地方根本躲不了 所以基本上是必拿 接着我回去之前 这个盲点 盲点之后 直接动方向向前走 顺便杀鱼可以变一下 这样要乘坐飞蛇 给你演示一下 这些凤场人准备飞过去 这些秋塑人 忘了 各个飞不了 切人飞过去 接着就走到顶端 下一个神筒 位置也是在这边 这块岛上的上空 也是通过做这个 这个云 云鬼 做云鬼飞上去拿着 做那么途中 它让你必须躲这条道 你想躲躲不要 这个基本上就是必拿的 我认为是必拿的 好吧 不过你们没拿的话 可以盲目发一下 好,我们到前面 这个拿一下鲨鱼 通过前面的也是应该也注意到了 这个你们只要沿着主线做 基本上就是必拿的 具体在什么位置 你们坐主线自然就知道了 好,所以沿着这个车 云鬼上山走来 走到这边 就是一个神童 这边的话原本是封场 当时现在封场不要 所以我用这个云梯来代替一下 其实结果是一样 好,接着我们打开必报 核对一下目前的数量 好,拉起来 火神筒目前就是46个 好的,我们下批视频再见 拜拜 好,我们本批来拿下 刘金之脉这片区域的地表的火神筒 好,首先你跟我打开地图 来到刘金之脉正中心的这个传输锚点 好,出来之后 我们看向空方向向前走 好,说东方向走到悬崖边的时候 我们起跳 接着往下看 好,我们的目标在右手边这个石壁 我们靠着石壁边飞 好,我们神童在石壁边的偏下反 好,我们对准位置飞过去 好,拿到神童之后 继续往东方向这边飞 接着往下看 底下有个木桥 木桥底下已经送我们下一个神通 降下高度 拿到之后神通 好,然后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好,还是回到中间的这个角色毛点 好,出来后 这是我们朝着东南方向 这边向前走 我们要飞到对面的山上去 好,躲到天然边 我们这边起飞 稍微靠朝右边一点飞 好,这边刚好有个凹陷处 凹陷处这边下架 然后从右手边这边爬上去 好,上来之后我们直接就朝着南方向这边向前走 穿过旁边的这个木栅栏 可以穿过来 然后从这个树干这边往下面跳 下面有个木桥 木桥上面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火石通 我们拿一下 好,拿完我们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中间的这个船上盲点 好,穿上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看一下我们南方向 前面向前走 右手边有个土龙不用管它 我们先往南方向中走 走到旋山边的时候 然后看底下有神龙提示 我们看下来 下方这个建筑上有一个神通 我们拿一下在它正中间 然后我们向右边的这个石块爬上来 好,爬上之后继续 向右边这边往上面爬 接着往东方风扉坊前这边走上来 对面这个石壁闪也有一个神通 飞过去的角度是刚好我的高度 OK,好,这神通 然后之后我们去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中间这个船上盲点 好,出来之后 我们特别看一下我们的 西南方向这边插浅走 这边有个土龙我们借用一下 我们附体 附体完基于西南方向这边走 来看到对面这个有神通 开在空中 面田的话有一个这个砖字 我们点击注入栏树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爬过去了 这边也可以直接前地 把墙上来 好,这个神通 然后之后我们东方向这边 开着来 进去沿北方向这位残壁 向下爬 这边准备是去对中间的这个残壁 这边好像 行 等一下 我上了 我们直接从下面开始吧 好,下来 好,沿着北方向这个石壁 我们盘上来这边激活一下 如果不够的话 好,我们爬上来 然后爬上来之后 到顶我们往左边走 然后接着继续往前 还有看到 面前这一个石柱 我们把它攻击一下 好,炸开来 拿到这个神通 好,然后之后 我们直接开着来 沿着下坐 好,下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西北方向这边 向前走 接着我们朝北方向 继续往前 我们要速战 好,这个断崖柱 我们准备跳下去 好,这边切瓦倒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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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妈的 双方炮撞下来了 算了,没事 我们把它面前石柱上面 爬 好,这也是一样的 差不多 好,盘上来拿到这个神通 好,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右下方的这个传送锚点 好,满点出来之后 看一下我们的西北方向 这边向前走 稍微往前走 你可以看到前面有只土龙 我们借用一下 那我要爬那个蓝树 蓝树墙 只能用它爬 我们能爬到 爬不上去 好,你接着就朝着东南方向 往那传送锚点这边走 稍微再往前一点 可以看到我们吃一个神通提示了 东南方向这边 正东方向这边有个石柱 蓝树金柱吧,这是左 好,我们爬上来 好,然后这个神通 拿完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左上角的这个传送锚点 好,传送锚之后 我们直接看一下我们的东北方向这边 面前就有一个石柱 准备往上面爬 来,这里底下有个土龙 我们借用一下土龙嘛 爬快一点 好,我们复体一下 接着往上面爬 好,石柱的顶端就是我们的一个火神通 好,爬上拿到 然后之后我们抬着来 好,下来之后我们查到 四两个岸这边走 这边这条路也可以稍微借用一下 可以看到对面有个车 这是我们的神通 像一个神通之代 不过它有个钥匙 我们先往东南发现这边下来 这边有一个断道的破床 中间有一个可以辞取的东西 就是一个钥匙 拿完之后我们回到这个车的位置 我这边准备解除 解除一下变身 手包卡住了 属你 解除一下变身 解除一下变身 点出完之后我们赶紧点击 犯字或者把败打掉 点击开解 这里面就有一个神通拿一下 好,拿完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之前这个长生锚点 出来之后就是我们看见的东北翻线这边 好,向上一边走 向下太阳走 上一个神通在山顶的一个枯树单中 在一个枯树段的中间 好,一直往前走 直到看到一个神通提示了 看一下东翻线这边 好,这边有个枯树干 空洞枯树干 中间是一个火神通 我们走过去拿一下 好,拿完之后我们走出树干 接着开点南方向这边 引天走 前面有个这个土龙 我们准备借助一下 爬上前方的海谷 来 接过来之后爬上海谷 好,拿上我们到一个火神通 好,拿完之后我们去看东南方向这边 再来 继续往前走 坐时一直就走到 看到神通提示 然后我们停在牙边 切换到人形态 好,我们脱离 好,我们人飞过去 这个润容的话不好控制距离 好,拿到这个神通 好,我们打开背包 核对要输了 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是收集要60个神通 好的,我们下边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